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详细讲过外融的年价是怎样放法的 今次我会简单点讲一下怎样放 还有怎样计用现金代替 外融的年价呢 例如第一年的年价 即是在他做满12个月之后应该在第二年给他放假 如果因为某些情况而未能在第二年给他放假呢 那到了第三年呢 才可以用现金代替的 不可以在第二年内以现金代替 如果要用现金代替年价一定要是第三年 好了 那怎样计呢 第一年的年价是有等于1065.4 这个数是怎样得回来的呢 举例他现在的月薪是有4630元 那即是他全年12个月总共的年价 就有55560元 这个就是他一年的月薪了 一年又有365日 就等于一日的日薪是有152.2 而他第一年服务满了12个月就有7日有新假期 如果我们用现金代替 即是说他的日薪每日的人工152.2乘7日 就等于1065.4 这个数就是这样得回来的 如此类推 所以你根据他在第几年应该有多少日的年价 就乘回他当时每一日有多少钱人工 就会等于他那一年的年薪的了 今天就讲着这么多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这条片下面留言给我 我就会尽快回答的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